夏日炎炎,许多爱好水上运动的朋友们纷纷在海边湖泊玩水消暑 但是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却警告了 在码头周围游泳或玩水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防止码头上的充电设备或者是游艇漏电造成民众触电溺水 国际电力安全基金会表示 仅仅10毫安或一个60瓦灯泡使用电量的五十分之一 就可以让水中玩家导致瘫痪和溺水 而且很多意外事故显示 许多人都是触电之后才知道自己身陷险境无法脱困 至于岸上的民众一旦发现有人触电溺水 第一件事应该是关闭电源并扔下救生圈 然后不打911紧急救出电话 千万不要下水 董森新闻,吕宗耀朱光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